今年7月1日是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任一周年的日子 香港民主党日前表示 根据香港大学的民调显示 梁振英上任后 他的名望以及支持度是远远不如前任的 这就显示了民间的怨气和不满越来越严重 民主党呼吁梁振英尽快下台 也尽早实行征朴选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香港政府的管制危机 民主党根据2007年至2012年的港大民调 比较振英权和梁振英政府的名望 结果显示梁振英上任第一年的名望 评分不如前任特首振英权 同时更多的月份被评不合格 如果CY继续留在这个位 和这一帮潜水的局长 和上一届政府有很大差距表现的一个团队 我相信来近几年 香港在管制的问题上只会继续恶化 民主党指出 梁振英支持度指标长期出现负数 呼吁梁尽快下台 给香港一条深路 如果我们为了香港的前途 为了香港的管制 香港是真的一定要有真普选 并且梁振英应该要立即下台 那我们市民可以做就是车上街而已 另外民主党表示 梁振英班底的司长及官员 整体表现皆不及上一任官员的同期名望 暴露出目前问责制的缺失 新唐人记者 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